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小白老妈出来了,忙说自己会教育女儿的,将女邻居打发走了 老妈知道女邻居也不是杀猴鸟,她这些年一直在偷木军乡里的东西 但这并不代表小白没过错,老妈将总给自己添乱的小白禁足了 这时时间通人停止,一直拦手牺上了楼下八叔的肩膀 小白虽然被禁了足,但老妈没说禁止小黑来 小黑来家里找小白玩电子游戏 打闹着时将电视碰到地上砸坏了 老妈看到后当场暴怒,有这么个不小心的女儿 她每天都是崩溃的,她来找我,她来找我了 我是八叔呀,我虽被定住,但我的手可以动 我拿走了这个,八叔将一只黑箱子扔到地上就跑了 箱子上有张黑卡片,你拿走它,我就会拿走你的东西 这时讨厌的女连绝又出现了,私自占有了她 并将箱子暂存在了附近的储物柜之中 用发卡轻松捅快柜子,将黑箱子带回家 这按钮是干嘛的?按些试试 天生的小鸟被定住了,但她没注意 那时老妈来了,问那个箱子是干嘛的 荒乱之中,小白按下按钮,老妈竟被定住了 再次按下按钮,老妈瞬间恢复 又失了一笑,果然有效,老妈被定住又恢复 于是,小白又一次按下按钮将老妈定身 来到了小黑家,调皮的小白,将小黑的冰淇淋和手机对调 恶搞了一下她 小白推测,箱子不会定住按按钮的人 和小黑一同按下按钮,果然她俩能动 而街区里的每个人都被定住动不了了 怎能放过这么好的恶作剧机会 两人将邻居刚买的鸡蛋放在脚下 将妹子手中的面包换成小花 将椒花打出的喷嘴对准自己 再次按下按钮后,搞笑的一幕果然发生了 做贼心虚的两人赶紧再次将时间暂停 定住了大家 这么好的机会,他俩却跑去扫等冰箱 大戳了一顿,忽然听到外边传来一只声音 其他人明明都被定住了呀 来到楼下一看,女邻居的柜子被砸扁了 莫非除自己之外还有人能动 耳边传来了等,等的脚步声 俩人跑到椅子前 箱子的主员来了 小赫和小白赶紧装成被定尸的样子 一动也不敢动 蓝皮书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你们两个真是不简单 但二人还是骗过了蓝皮书的发言 之后蓝书来到女邻居家 用她的魔手发电 女邻居的半标脸竟然迅速老坏 最后不忘售出名片 但蓝皮书没在她家找到自己的黑箱子 还发现了小白和小黑 俩人迅速跑上楼 小白终于明白了 八叔和女邻居定是因为偷了蓝皮书的箱子 才会遭到衰老惩罚 现在轮到自己了 小黑提议 咱俩把箱子送回去 这样就是贱 不是偷了 二人将箱子放到楼下 蓝皮书再次出现 小白求她放过自己 蓝书摇摇手指 提着箱子再次朝他俩走来 看来这次再劫难逃了 这时蓝皮书又来了 他摘下手套 用他的垫手向小黑挥了过去 原来蓝书想带走小黑 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小白 小白求蓝书别带走小黑 惩罚自己就好 小黑连忙站出来 如果他能补偿这一切 让妈妈重新快乐呢 两人握手一言为定 他的手心还在发着电 小白卖掉游戏机等东西 凑够了电视的钱 将他放回到价值存款罐中 看着桌上的那张卡片 若你不遵守诺言 我也将打破诺言 原来小白的右手 还是付出了代价 如果你不干好事 蓝皮书走遍天涯海角 也会找到你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最后别忘了 点击订阅按钮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多帮我点击文章里的广告 谢谢大家 喜欢宜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